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送往马丽医院抢救母校 死因有待确认 警方前日胎子一年七日 在西九龙文化区海滨举行大营活动 宣扬防骗讯声并且有无人机表演 警方话头两日活动 累计吸引过万人参与 大灰狼搞冒警方吉祥物提子的亲友 想诈骗提子 提子觉得有古怪向妈妈求救 最后试破大灰狼阴谋 这场十二分钟表演 出动一千二百架无人机 在维港上空展示 还砌出防骗议线18222 警务处署长萧扎仪说 去年本港有近四万宗骗案 涉及今晚一共九十一亿八千万 其中三分二是投资骗案 损失近59亿元 警方提醒市民不要因为些少甜头就轻信陌生人 今次活动希望令到提子跨越媒介 跨越世代 跨越海陆空 我期望今年提子可以更加入屋 成为全港最受欢迎的防骗大使 跟大家携手一起提提身边人 将骗徒通通踢走 当你知道行骗手法的时候 你自己知道也都是不足够的 大家最紧要是提醒身边人 朋友 家人 他又说防骗示服器月底新增举报 以及可疑电话和网站警示功能 呼吁市民尽快下载 无线电视经济南豪杰报导 日本地农庄和餐饮集团合作 回收餐前储域 转化成酵素来栽种 再将这些农作物引进回餐厅 实践循环经济 豆渣、果皮、鱼皮、鱼骨 这些都属于餐前储域 农庄回收之后会先打碎 再加入细菌群组发酵 形成酵素 然后拿来堆肥种菜 代替农药和化学肥料 经酵素种植的农作物 因为环境健康而变得强壮 更加可以抵御害虫的侵蚀 我们先是要养好环境 我们用酵素养好的环境 利用的细菌和真菌 令到环境健康了 我们再利用酵素 再栽种一些农作物 这些农作物去帮我们 将这些厨余再转化成食物 农庄表示 用不同酵素种出来的农作物 味道会有所不同 例如用鱼骨种的生菜 会生成得快点和脆点 而用豆渣种的车尼茄 味道就会有回甘 由餐饮集团旗下餐厅 引入农庄的产品 将生菜变成沙律的主角 在沙律菜这个项目里的生意销售 我想最少是有15%的增长 我们希望将农场的出产品 可以提升到接近70间餐厅 也接近年产量30吨这个数量 同时因为餐厅能够应用到 30吨的出产物 相对应的厨余 包括厨余的种类 厨余的出产物 我都会相应按比例去提升的 集团又说 已经制定一系列流程 培训职员 无线电视记者 何思义报道 那地多个地方出现极端天气 新疆部分地区出现60几年来最低气氛 同时受沙尘部影响 多辆车被沙石击中损毁 新疆迎来今年最强寒潮天气 周末起风雪不断 部分地区达到暴雪级别 能见度低于10米 驾车都要额外小心 压力泰地区气温跌幅达到30度以上 当地有气象站陆得涉事零下52.3度 打破1960年创下的新疆最低温记录 除了大风雪 新疆多处同时受到沙尘部吹集 消防和警察出动 够出受困在路上的民众 新疆南部有城市在风沙之下 只剩下一片红色 航拍画面可见 套路翻由地方黄沙漫天 路面也铺上一层黄沙 市面行人明显减少 能见度不足 多条道路就实施交通管制 有被困路上的车 车窗玻璃损位 部分车主只可以用纸皮 布等自制防风挡板 希望减少影响 当地交通警察也都提供协助 鄰近的甘肃省天气恶劣 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交通管制 一度有超过4万名旅客滞留 走全市就安排 宾馆、酒店等为他们提供住宿 并且提供热野食 无线电视机者陈树仪报道 今个星期市场注视 美国联储局议息会议记录 揭示各决策官员的取态 另外内地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有机会下调 美国息口走势牵动着环球金融市场表现 今个星期 美国联储局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将会公开上个月的议席会议记录 可以留意各个决策官员关注的焦点 经济状况方面 标普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2月初值预料是50.1 低于1月的50.7 反映制造业扩张幅度回落 而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也预计会下跌 由1月的52.5跌到52 但仍然处于扩张水平 城屋销售 市场预料会由去年12月的378万间 按月升半成去到397万间 是去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 内地方面 市场预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会下调 其中五年期LPR可能会由4.2厘降到4.15厘 是相隔8个月之后再下调 五年期LPR和住房贷款相关 减息可望降低职业人士的负担 至于一年期LPR也预计由3.45厘下调到3.43厘 对上一次减一年期LPR是去年8月 此外国家统计局将会公布 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销售价格 去年12月是按月跌百分之0.4 是2015年2月以来最大跌幅 无线电视记者 叶卓慧报道 明波晓平 越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光耀公布五周年 官府光耀提出的六大目标同三个示范区 实际成绩和目标还有很大距离 主要原因是三年疫情令到融合发展停滞不前 但越港澳三地位置新发展而各自为政 也是一大障碍 人才 资本 信息和技术等要素跨境流动 仍然是单向开放 目前大湾区融合所取得的成绩 都是由中央主导才能够成事 禁后要破除防外大湾区融合的范利 亦都必须要中央出手才能够事半功赔 经济日报习评 越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光耀发布五周年 大湾区五年间经济规模竞争 至近14万亿人民币 超越加澳韩等发达经济体 还肩负推动内地经济向科技创新 高质量发展转型的使命 九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的不断革新任重度远 香港作为大湾区一部分 同样正值转型关键期 无必紧握关区发展大潮 找紧机遇 只争招值 人家不会等上香港才一同行动 港府有必要突破思维 拆除松绑 精简程序 提速提校和大湾区其他城市联动建设 才不至在发展大潮中被边缘化 又到早华略景时间 六历年假期广东多地的展览馆 成为右客打卡点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深圳大亚邦核电站里面 去年九月开馆的核能科技馆 第一次展出以国家自主研发核电技术 华龙一号为核心 一比四的核岛和汽轮机模型 其实挺震撼的 因为之前可能在香港比较小的地方 暂时还没有看到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核电站 所以就想带孩子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让他们更深入了解一下这个核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同样在深圳展现生命科学尖端设施 和前缘技术的国家基因服 也都受到游客欢迎 而在茂名信仪 全国唯一的牙雕艺术馆 陈列当地牙雕艺术家六百多件作品 三日内已经吸引超过三十万人来打卡 无线电视记者林可盈报导 在中国传统剪子文化里面 龙代表兴旺和吉祥 又满足剪子非为全成人 制作龙型剪子兴生巡 夹神龙年制作龙型剪子 表达对新一年的祝愿 一个龙非常舒展的 飞在天上的一个形象 然后把云朵给它进行了一个抽象的变形 和如意进行了一个结合 这样也更能体现 就是整幅创作的这种吉祥的寓意 因为龙它有动态 它这个毛 还有身上咱们想给它剪的那种抽象的鳞片 它可能会用剪子非常经典的一个毛刺的这种图案 然后来体现 那这个毛刺其实就比较体现剪子人的功底了 就是我剪的粗与细 整个的那个弧度 是不是每一个是依次递进的 这是在技法上它比较难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剪完的这幅作品 一个腾云驾雾的龙 驾着如意祥云 然后腾空飞起 他说中国和西方的剪子 最大分别就是中国剪子会融入寓意和愿望 讲究的是千剪不断 万剪相连 要剪活作品 无线电视机者廖淑尔报道 掌子炒饼是山西掌子院分丧嫁取时的必备美食 五青光水年间已经文明山东和河南等地 一起去了解一下制作过程 蒜蓉、肉片、洋葱等的食材 和切成丝的面饼一起炒 再加上鸡汤炆熟 掌子炒饼就做好了 有二十多年经验的曾经维华 一直只做这道菜 火面的过程中 所以不能太凉 要用温水 这样出来的面的效果比较好 要是用凉水出来 它发酵不开 比如出来口感不好 时间和火候 是蒜蓉炒饼纯磁流向的关键因素 火面脑饼到炒出来的时间需要半个小时 不用这些下面全部是收贡 直接火面脑饼吃饼时都是收贡 在2011年掌子炒饼制作技艺 被列入山西散非为名录 无线电视机者胡朗谦报道 这次中华拉境报道人 今天早上最重要的是A股开始红盘高开 美股回吐 港股今早早轻微低开5点 详细说多一点 美股上星期五的时候 大家看清楚通胀数据 上游物价PPI高于市场预期 反映到美国通胀还很环顾 下不了 所以令市场有点担心 美股稍微回吐 但其实跌得不多 三大美股指数跌幅不足1% 今早早上最重要的是A股的情况 刚才说的 A股红盘高开 上证在假期前都升了三天 今早上证指数高开到0.7% 深圳市更加好 深圳成分指数高开到超过1% 大家知道内地的旅游数据 无论旅游人次和消费金额都高过疫情前 数据省击 令市场信心回暖了 看看最新恒生指数情况 刚才提到低开5点之后 不知是否我们升了三天 之前三个交易日累积升了 接近600点 先升了 今早低开之后 跌幅进一步稍微扩大 当然不是跌很多 16265点 最新跌74点 金融指数好些 事关友邦和汇丰都高开到 其中友邦高开到1% 汇丰高开到0.8% 一个星期高位 汇丰今个星期会公布业绩 总成交达到44亿 看起货最新走势 期指最新是16300点水平 跌49点 比现货稍为高水 成交达7600多张 看看汇业港股最新的情况 腾讯排第1位跌2.6 其实今早新经济股大截 个别发展又升又跌 腾讯偏远 美团跌9毫半指 友邦升了6毫指 升科仍是挨近1% 网易排第4位跌2.7 比亚迪跌1元 6至10位有只阿里巴巴 三只最新全部都跌 不是个别发展 最新跌6毫半指阿里巴巴 72月3毫半 阿里巴巴近日新闻多 很多知名机构投资者 基金在上一季 即去年第4季 增持阿里巴巴股权 最新有中国巴菲特 之称的段永平 旗下基金持有增持阿里巴巴 但股价暂时不特别飙青 小米排第7位 股价跌2毫6先 2毫4跌幅跌近2% 平保跌2毫半 创科跌2.25 跌得多些 3%跌风 友邦未上榜 汇丰 应该按键 友邦刚才上榜 现在去到第10位 汇丰 最新股价还撑得住 升幅1% 业绩在股价倒退 但估计会有回购计划 暂时汇丰的股价是做好的 看看反映新经济股里面的 恒生科技指数 最新偏远跌近70点 3272点 焦点离不开 刚才提到的旅游数据 令到大家对于内地的消费 的情况是 信心大一点 情况是怎样呢 根据国家文化及旅游部公布 在农历新年的8日假期 内地在国内的旅游出游 是4.74亿人次 即是怎样呢 比2019年多了1.9% 旅客的出游总花费 花钱 6300多人民币 比2019年增长7.7% 大家要留意 其实两个数据都比疫情前好 但怎样存息呢 大行各有看法 因为每一程trip的平均花费 其实有些计法 路透社计是跌了的 所以高盛都说 其实数据在消费方面 是不是真的市场憧憬 那么理想呢 值得大家思考 仍然看到旅游股 开回来早段都是个别发展 同情好些 同情是订飞的 股价升幅超过百分之一 其他一些偏远的 看看内需类股份 上个星期都是借 憧憬内地消费复苏 所以股价有个别急升 今早还行不行 一眼都看到 有些回吐 例如李宁 这几天醒神 但股价最新跌了半成 海底low 九毛九跌幅超过3% 其实大家有空 打开股价图来看看 这些都是低位反弹 都是很弱势的 虽然近期好像低位急升过 但其实没什么破位 最新股价还要跌 看看影业股 很简单 在春节假期 新春的票房是破顶的 去到超过80亿人民币 创新高 股价上个星期 猫眼娱乐 亚里影业就做好了 大家看到 大部分在盈光幕都有回吐 亚里影业跌幅超过半成 内防数据也要看看 时间差不多了 说不到这么多 我们下午再和大家见面 稍后见 全体下 内地春节黄金周八日假期 有超过125万人车内地旅客来港 超出2018年同期水平 政府认为旅客普遍给予正面评价 业家就希望有措心留住旅客过夜 本港打工仔年初五就要开工 反观内地人农历年假就有八日 星期六才正式结束 这八日一共有143万6千人次的旅客访港 当中八成七来自内地 亦都包括大约1980个旅行团 大约66000人 年初二有烟花会演 亦都展开内地旅客入境高峰期 最高峰在年初三 单日有18万5千多人次 八日平均每日有15万7千个内地旅客抵港 相比疫情前两年的2018和19年 内地农历年假少一天 以七日平均数比较 今年已经超越2018年的水平 但仍未及2019年 农年开了个头彩如何承接下去呢 旅议会就说旅客在农历年来香港 部分原因是盛事年年 建议长远政府提供更多配套 我们一向都不会用价钱斗平去吸引我们的旅客 而如果我们要吸引旅客 本身就是要突显到我们的特色 整年我们怎样连串所有的城市 让人知道香港何时来都有东西 都可以有一些新的东西给你看 或者一些城市给你一齐活动 例如我们知道 下个月就有一个金融雕塑的表演 这些亦都希望可以早些带到 带到这些宣传消息给我们所有的旅客 不管是要钱的门券也好 或者是免费的门券也好 总之是要有需要门券的话 都可以预留一些给我们旅行社 去把我们打包我们的产品 有旅游业家就建议提供交通优惠 来到大湾区可能到了深圳的客人 如何吸引他来到香港 我们提供一些交通优惠 令到客人留港是要过夜的 甚至可能是两晚以上 他的消费额就会高 也不会出现窮游的情况 因为他真的要留港 他要租酒店或者住宾馆 他怎么都会产生一些消费在这里 文体旅局局长杨洋鸿说 农历年假来港旅客 普遍给予正面的评价 借多个部门和旅游机构适力而赴 武线正记者留作报道 努力新年人希望 有酒店集团说生意和人流都较预期好 但零售业界就说销成一半 农历新年各区都人气旺盛 财气又旺不旺呢 有酒店集团说 旗下位于湾仔和尖沙咀的酒店 过年之前预约已经爆满 房价收入也都交易程前高6%去到1成2 商场银流在夜缤纷 烟花等活动配合之下 增长更加达到2成 中端档节的餐厅 特别是中菜 农历年间生意额增幅最高达到3成 形容是意想不到 相对人民币贬值 由内地旅客那方面的消费力是低了 逗留的时间也是短了 所以本来我们不是很看 很今次的六六年档期 但是随着政府很多陆续的活动 就是我们由去年年底 已经和区医会合作 一起搞尖椎夜缤分 也都见到很多盛市的活动 航班增加都增加多七成左右 而高铁增加到每天188班 这都是促使酒店主要是看长途的人流 根据内地电子支付平台数据 农历年间港人北上消费金额 比去年同期急增三倍 交易量更加增长近五倍 特别港人会花钱在交通和美食上 内地旅客在港交易量也同样有增长 本港零集业界说化妆品珠宝销情不错 但其他商品就比起疫情前跌一成多 数量来说 休闲旅客占最大部分 在里面其实休闲旅客是比较价格敏感 亦都很受经济感 要更加赚到旅客钱 重点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吸引到它 是给钱去买一些体验 而这些体验正正就是说 例如有些城市和节契活动等等 他们相信如果年中美国减息 人民币汇价回升 可望有更多内地旅客来香港消费 母亲自己第一流转用不到 内地新春期间 国内旅游人次和消费 按年增长最多近五成 但出入境仍未完全恢复至2019年的水平 内地多个部门公布 8日农历新年假期的数据 各行业旺丁又旺财 文化和旅游报数据中心推算 8日内超过4亿7千万人次 在国内旅游 按年增长三成多 消费金额超过6300亿元人民币 按年增长近五成 两项数据都比2019年增加 其中服务消费相关行业 每日平均销售收入 按年增加五成二 旅行社和相关服务就比去年增长1.2倍 住宿服务也都受到带动 上升两成半 有内地电子支付平台发布数据 说餐饮和住宿旅游旅订单增速最快 分别按年增长三成六和更两成 电影行业方面大年初一至初八 全国电影票房超过80亿元人民币 观影人次超过1亿6千万 两项数据都创下同当期新高 至于民众外游方面 录得超过1351万人次中外人员 比去年高出2.8倍 但仍然未完全恢复至2019年水平 其中单日最高客流量出现在大年初三 大约有186万人次 越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比较大 占全国出入境重量的七成三 珠海、港珠澳大桥、横琴等的口岸 出入境客流和车流都创下开通以来的新高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就预计累计超过23亿人次 近九成半使用公路有近20亿人次 铁路方面也录得近亿人次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儿报道 文汇播报道 特区政府在去年施政报告中提出 长者医疗圈大湾区试点计划 计划将长者医疗圈的适用范围 拡展到大湾区内合适的医疗机构 目标以大约5间医疗机构作为提供基层医疗服务的试点 一众长者期待多时下医务卫生局局长劳宠茂 会在今天早上举行记者会公布计划详程 有立法会议员说 试点计划对居住在大湾区城市的香港长者有莫大帮助 建议能够将计划拓展到深圳以外的 港人集中居住的大湾区城市 东方日报报道 香港现在有超过130万人住于贫穷状态 政府里被批评越扶越贫 增添民怨拉阔贫富差距 港府早前将扶贫策略改为精准扶贫 正是研究修订贫穷线的计算方法 不再以住户收入中位数一半来计算贫穷线 改以收入居住环境和就业等指标 来分析贫穷情况 具体指标就包括每月收入中位数 从事低技术位比例等等 勞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 扶贫委员会正在商议框架 期望今年内有结论并作出公布 有时一会儿 回到下一次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